中規中矩吧 就是我們有優勢的矩 然後贏下來的矩其實我們玩的蠻好的 但也有那種明明是有優勢 但是我們卻沒有一直滾動優勢 然後大團然後就被翻的矩 我覺得是Jungle吧 因為其實俊佳最近的話就是 我覺得狀態有點不是在狀態內 就是其實失誤也蠻多的 然後有時候節奏也不會抓紋 我們其實一直有在跟比較強的賽區做練習 像LPR 那這個也是在為之後的MSI做準備 那相信我們會在季後賽的時候 決賽展現最好的自己 然後躲下PCS冠軍 目前來說的話我們就大概只有5到7分 因為首先在第一週的時候 我覺得在那個勝部第一輪打CFO的話 其實我們應該是要贏的 然後我們最後是被讓了追三 然後在敗部的時候我們 也很勉強的才把DCG拿下 那我覺得就是我們很多狀態或是 因為新的版本 所以就是調整的沒那麼好 進入到第二週之後 我們先以3比0擊敗IMP 然後昨天也以3比1擊敗了CFO 那我覺得我們狀態的調整蠻不錯的 所以目前的話我會先打個7分 如果我們今天能把冠軍 把冠軍奪下的話 那我就會給10分了 首先的話一定是我們教練組的BP 因為我相信只要我們BP做得好 我的選手會實力比他們對面選手的實力強 那他們一定會輕鬆贏下的比賽 因為之前都沒有全港班 能奪下這個PCS的冠軍 那這次我們從香港遠到來 然後第一週雖然有點不太適應 然後第二週我們開始已經調整回來了 那所以我們整隊都很希望可以拿下這一次 PCS的冠軍 然後前進MSI CodeBP 這邊選下來我先投給FAK的 相信專業嘛 不過對於FAK而言的話 他們這場比賽選下來基本上是一個三箭投 那你把猴子也算進去的話算是一個四箭投 那PSG可能走的還是一個相信挖口的路線 看一下下路能夠打出怎麼樣的一個發揮 然後上路偏扛打野負責開戰 中路的辛朵拉 然後還有勒布朗尼的一個對局 將會成為這場系列賽 誰能夠先動所給到下路壓力 所帶來的一個壓力差 這場兩邊的中野的強度我覺得差的有點多 下半步是直接打得起來 換一下鞋 但是是AD換輔助的鞋 但瑞空這邊有恢復能力 所以兩邊都還不錯 不過以拿龍的時間點來講 對於PSG而言算挺快 兩隊的拿龍的比率呢 在PCS都算是基於賽的頂尖 他們很多的 大家都過來 阿茲往前想錘但後樓已經交錯了分身 這少掉了位移能力之後 現在FAK開始看著Pretender的位置 好但Pretender這邊在眼上 如果U寶等一下有機會推到 去接無敵的閃溝 有沒有機會 對但是 於是則開動拿下俊佳 另外一邊吃到鍊子 往前須弱快三並沒有推到 而此時阿茲反而被留住 趕緊是爆人回到了塔下之後 也逼出了SOLOQ的鬼步 OK那這樣對PH來講 這個是必須要做到 因為你主動的去打這些物件 那這兩波有打到 我覺得很關鍵 往前想推沒有命中 那Pretender非常的勇敢 但自己踏回去說 反而是要吃到潛航衝擊 直接被壓了起來 再來再接勾 挖口過來普攻AAE 再拉了回來之後 先把Pretender給打退 不過這裡Pretender感覺是稍微有點大意了 然後SOLOQ又被敲了回來 SOLOQ掉到殘血 手殺 落在了PSG的身上 俊佳 俊佳是完美地掌握住了對方的路線 先來看一下 這邊就是瑞鋒回補之後 來看一下兩邊的對決 因為阿茲先把這些大決開掉了嘛 那對SOLOQ來講 他贏了一個大決 所以他就會想要在線上去 多懲罰阿茲一點 但俊佳這邊的意識非常極致 因為他看到他的線是出去的 對阿茲來講這個線 他沒有大決 非常非常難解 減上去HOLO表示我到了 對 而且他又把自己的Q彈扣著 俊佳出來之後 比HOLO早了一步 增加他們打第二條龍德的勝率 直到沒有踏步 然後後面再一個虛弱潰散 來看一下Pretender又被冰了起來之後 一個大招 就是分身好像規避掉了 不過這裡的話Pretender已經沒有狀態 Pretender的身上 因為Pretender之前像老三有說嘛 他覺得在他的眼裡 Pretender就是有點類似小東山的感覺 現在看一下上半部 直接帶到了俊佳的面前 SOLO可以有開出的一個領域 但阿茲是P11博之間黏到的面前 又是將上半部直接擊殺 K有點難以去處理坦度 而且阿茲的卡當地 這個招力也是非常非常的高 他其實後續 呃 關開立場的時候 他的立場是沒有擋到任何招的 就是喬到一個好角度 然後俊佳直接跟上 然後一樣就是把該疊的被動 全部都疊到之後再招啊 所以 這個立場是完全沒有擋到任何招 兩隊在護甲的部分 當然有預示者有差 喔 雙踏抓到瑞空控制聖娜登場 一台MM過來往前打錯 一卡夏魔 不過傷害完全不夠 對 而且MM這邊 凱撒也是需要一點點裝備的英雄 雖然說現在有大裝 但是Pretender沒有 所以Pretender補到的傷害量其實不太夠 又踏 但直接推到了 搭配一個流星錘直接揮舞的Pretender 他在把他的盧登書出來之前 他的傷害量不夠啊 但這波還是上去踩 就被U寶直接推下來了 這裡又想推 凱文頂在正前方 一個聖娜對踩踩到的豬女 後續是搭配Holo無極風暴的一個進場 不過U寶不受太多威脅 而且現在俊佳是什麼 兩個字 硬啦 超級硬 根本沒有人可以撼動他 而此時的一個阿滋過來 那會是恐怖卡桑莉的降臨 贏QG人的話 先讓U寶 拿下了Holo人頭 後面又被帶走 而且來到的是俊佳的面前 來看一下SoloQ有沒有機會 可以換掉人頭 但這就是沒有辦法 阿滋玩太好了 幾個關鍵的人頭 讓他現在的發育 其實是超出一個豬女應該有的發育 而且這一波的團戰 幾乎是一個VOD 來看一下阿滋的進場 但Pretender已經踏過牆了 再換回去 反而是所有人擠在一起 大絕也開掉了 讓FAK再掉一波中線 他們也不急著要直接去開這個龍 對 現在FAK壓力三大感覺 阿滋又過來卡人 悟空進場想開無敵 然後接著又是一個要閃現過去的開團 是開到對方的一個後排 但挖口直接跳起來 正要交出了咒語暴風 然後接著是Pretender的進場 一個踏步的話是先B做挖口的閃現 最後是閃現過去的一個鏈子 是拿向Shotup 那這一波的話 阿滋還有豬女是超級賽爾人的狀態 直接頂了進去之後再拉出來 拿了一個Double Q 阿滋直接力挺往前 現在的話MMA和他來了一個單挑 不過恩徒服強擊是已經舉了起來 然後再回到隊友的身邊 而現在U包已經鎖定他一個意見 推到搭配的是意志之力 直接拿下了這顆人頭 大油的運運局裡面PSQ真的是 非常非常少犯錯 他們絕對不會開八龍 不急不徐 HOLO現在走進來 正面吃鉤 勾到真猴再接暈 再接盪盪盪盪盪 直接打了起來之後後續交出了閃現 但接著一個球的跟上 自先B出了 那裴正怎麼迷路啦 抓到你囉 炸氣師 現在的話還想騙人 這個想TP走 但是不可能TP的走 都留著眼了 往前一個一技能 搭配大招直接打斷 那炸氣師最終也受到了懲罰 那這樣就是八龍 這個再放就撐不到第三件大裝了 再放要曝光光了 只能讓HOLO去偷看看 虛空探索者進來看一下 來看PSG這波八龍的處理 阿智要來擋住HOLO 擋得住嗎 現在要先把HOLO的分身給逼出來 他只有一個方式可以進來 他是沒有閃現的 HOLO待會直接敲下去 但八龍已經沒了 這裡原地 開出了一個無極風暴 再被帶走 反而要在圈圈裡面陣亡嗎 再轉了第二段後續 SOLO客的一個進場 還未 但此時候凱雲小萊開團 而MX飛到了後排 但對方交錯了一個咒語包 一個Ether的刮回來 只是直接拿下了對方的人頭 而SOLO客最後也無法活命 由阿智的Double Kill 準備要為第一場比賽 讓PSG畫下結尾 哇阿智 阿智OP 阿智這場比賽真的是 就是單場MVP級的表現 他玩得太好了 哇他已經預約了 PSG 現在開始是高歌猛進 而且還有八龍BUFF 他每一波的會戰 他的 喔這邊別在想操作 但是又被釘到 好了啦 不要再操作了 WAKO已經來到了面前 AA 對 那WAKO整場沒玩到嘛 可以每個人的腦袋都這麼冷靜 然後 這麼有紀律性的話 才會四個字啦 How to Loose 他們就真的是How to Loose 阿智真一個人 卡住三個人 然後搭配無敵的大絕八 HOLO他偷龍的機率降到0%之後 再 用一個大絕 就是完美角度耶 又把HOLO帶回來 喔 感覺你看PSG好像這把 看得有點開心喔 他們真的玩得很好 我抽你的言語已經體會到那種喜悅之奇 這個是高水準的英雄聯盟 但對於FAK而言 他們就只能成為海報上面的配角 而下半部又打了起來 現在的話是阿智的層層操作 這卡上帝跟鬼一樣 一服一服一個恩圖服 PSG是蓄勢待發 地宙Mata已經爆炸 往前一推的話是來一個一石二鳥 然後Solo就瞬間融化 另外一邊FAK只能想辦法來震守 HOLO大鬧天空一轉五 但自己反而是死在了天空內 緊接著MMA也被反向的追擊 交出來一技能回到塔下 那PSG所幸不追了沒差 我們要的是這一座的主堡 我們要的是FAK的落敗 我們要的是第一場比賽的勝利 PSG又怎麼了又想殺人 我剛講到一場傳 就一回來還是要殺人啊 抓到你囉 完美的一場發揮壓制 哎呀嚇人豬心 吃完了好菜 吃完了MMA的佳養之後 PSG甚至想要來感性殺絕 納下了第一場比賽勝利 現實的點一比零